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正在进行中 这场全球体育盛会有许多广东制造的身影 包括限量版大力神杯纪念品摆件 全透明移动 星空屋等 展现了广东的制造实力 本届世界杯 中国企业生产的超过一万间移动房屋 为到访的观众和参赛人员 提供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来自广东的三家公司供应约5000套 广东江门赫山市的一家企业 供应了其中的1000套 这个世界杯这个订单是我们去年 就是2021年11月份 就接到这个在疫情的情况下 接到这个订单的去接洽 然后我们就根据我们卡塔尔世界杯的要求 就做了一个方案的设计 这是要适应当地的一个环境 比如说卡塔尔的地方是处于比较热的地方 一定要就是这个箱子不能说太热 一定要说是让客户客人住下来特别的放松 特别的舒适 那我们就在这方案就加了很多元素进去 比如说我们的屋顶会做了一个加厚的隔热层 这样子的话就会比外面的正常来讲会降低个5度左右 近日在该企业的生产车间内记者看到 全自动制造机器人正开足马力生产 每台机器人每天可以完成一座移动房屋的制造工作 这些机器人此前生产的集装箱房屋已经装备在卡塔尔的球迷村 为世界各地的球迷住宿提供保障 我们的生产线是行业内是比较领先的 我们是全自动汉 这个在2020年开始建造的 现在产能就经过这个自动汉改造之后 我们的产能现在一天能做到是150到200套之间 比之前提高了整整40%左右 吉鸿博告诉记者 除了供应普通的移动房屋外 企业还专门为球迷村提供了20套全透明移动星空屋 以及一个300平方米全玻璃打造的阳光房餐厅 这款就是我们送到卡塔尔世界杯的星空屋 这个星空屋它的用途就是做一个餐厅的 像这个材质是用铝合金加这个PC板 这个板是非常结实的 这个跟我们的航空的那个玻璃差不多一样的 非常的耐用 非常的结实 打开看一下 这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容纳八个人去用餐的一个地方 这个环境非常的好 然后上面呢可以看到星星 看到一个月光 据介绍 集装箱房屋具备拆卸便捷 平稳坚固 耐冲击性好等优势 相较于普通建筑 它可以减少70%的工业垃圾 符合环保理念 目前集装箱房屋的应用场景也非常多元化 比如民宿 酒店 博物馆 或者是用作医院 救灾临时设施等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